台湾市虽然10号这一天本土案例是宣布零确诊 但在防疫记者会上是提前公布了两例已经被中央编号 但尚未宣布的确诊个案 分别是27岁在西区饮料店的男性员工案15340 以及在太平工地上班的40多岁男性案15341 市长卢训远表示已经公布这两名个案的确诊足迹 目前也已经匡列个案相关接触者 并且针对足迹市全面倾销 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10号本土确诊在佳林 但紧接着又提前公布两例 已经被中央编号但尚未宣布的确诊个案 也让原本稳定的疫情再度陷入紧张 这两个确诊案例一个是昨天深夜通报的 一个是今天早上通报 那因为时间都很短所以中央现在还没有列案 那预计明天才会公布 不过我们现在在疫调当中也在紧急的处理当中 案15340北北区27岁男性在西区饮料店上班 曾经到过Seven的市新门市以及前往光南书店中油百货 还有小米之家 而案15341也是一名男性 6月28号到7月9号间 曾经到过太平区的Seven以偿门市 以及新社区Seven的新中间门市 还在持续的疫调中 而确诊的足迹地点是否已经完成清销作业 更匡列的个案相关接触者 在周末也紧急启动快学战 尤其是昨天晚上确诊的 昨天深夜确诊的那一位呢 是在一个饮料店 在一个饮食店工作 所以我们已经要求停业 并且进行清销工作 那我们也目前也做了一些疫调 已经掌握的资料先讲 有可能有主机轨迹重叠 而需要做快筛的话 都可以来布立台中医院做这个快筛 那明天呢我们也增加 除了布立台中医院 还有中国医药大学复射医院 我们也开放快筛站 让大家这些可能主机轨迹重叠的人 都可以去做快筛号 在疫苗方面 市府也表示 新一批莫德纳疫苗5万剂已经到货 也将在13 14号 会成对69 68岁的长者 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进行施打 努力为台中打造安全的防疫网 尤其面对顺习万变的疫情 丝毫不可松懈 旧城不汉连驾化 台中采访不到